Lamigo強棒王博榮 今年球技不但突破高悬七年的威納斯障礙 更有機會創造史無前例的單計兩百安 九號賽前只差兩隻就能達標 四局上半擊出中右外野深遠二壘安打 讓兩百安博榮障礙聽牌 沒想到他在五局上半擊出滾地球出局後 隨即退場休息 無緣在此戰完成紀錄 賽後桃園總教練洪一忠表示 讓王博榮退場的原因是 希望將這項里程碑留到主場賽事再達成 而以王博榮四哥南的安打頻率 想要完成紀錄應該不難 不過別忘了 近兩年重要打擊紀錄 靜香勤雀的案例還不少 去年球季紅不讓一隻接一隻的棒球情人高國輝 先超越了三十三轟布雷障礙 並且持續推進單季全力打紀錄 十月七號對上統一師轟出第三十九發紅不讓 而當時犀牛距離球季結束 還有五場例行賽 以棒球情人平均每三點零七場就能 開砲的火燙手感 想要達成四十轟很有機會 但在這剩下的五場比賽當中 情人反而盡相情缺 二十一打數只擊出了五隻安打 沒有開轟 單繼全力打紀錄就此停在三十九 無緣創造四十轟障礙 時間來到二零一六年 既出最大亮點就是同時有張智豪 林洪玉 蔣志賢三位球星 同時挑戰開氣連續二十一場敲安的殺魚障礙 結果小胖斷在第二十場 而蔣志賢則是成功追平 但在挑戰破紀錄二十二場對戰一大犀牛 竟然單場遭到四次保送 其中第七和第九局下半 還是故意四壞球 對手不願正面對決 導致蔣志賢連續安打場次停在二十一 無緣超越殺魚障礙 最後挑戰紀錄的三人 只有張智豪成功達陣 大王兩百安障礙 Lamigo力行賽還剩下三場 要打機率高達四成一五的王伯榮 擠不出一隻安打機率確實不高 但在有機會贏球的情況下 把對上最好的打者換下場 理由是兩百安要留到主場賽打 球迷買不買帳可就見仁見智囉 RIGHT TV新聞綜合報導